公司是靠它们撑起来的。防弹少年团和Kfriend绝对是小公司的奇迹。 韩国的经纪公司除了知名的SM、YUG、CHP三大社之外,还有许多由这几间公司出去的股东、理事自创的公司,包括Cube、Big Hips或是由经纪公司和艺人合作的独立工作室,像是SM的Label ST、YUG的HIGHGRND。 而在这个没有大公司就没有多资源的环境下,能靠自己的实力撑起小公司并继续生存的经纪公司也不少,一起来看看这几间靠偶像们撑起的小公司。 Infinite 2010, Wulim Entertainment 几乎和CNB、LUE、CHP等大公司男团同时出道的Infinite,由Wulim Entertainment社长一手打造,甚至可以说是社长赌上自己的全部在这个新男团上。 出道前的他们,和社长共住在一个屋檐下,狭小的空间中挤了十个大男生,使用的练习室也相当破旧,一开始完全没有人看好他们。 甚至Infinite出道的MV还是社长抵押自己的房子而来,出道初期,粉丝也常常看到Infinite穿著舅舅的打歌服演出,和一般大社出来的偶像完全不一样。 这样苦过来的Infinite,也用好成绩回报社长,甚至让社长继续栽培师弟、师妹团。 曾经被SM收购的Wulim,如今成为SM100%控股的独立运营公司。 2017除了Hoya向朝演员方向迈进之外,Infinite全员续约地,继续留在一手栽培他们的母公司。 防弹少年团2013,BigHit Entertainment 由SP前制作人方石贺成立的经纪公司BigHit独立培训和策划,身为三代后期男团的防弹少年团, 在BGOB之后出道,坚持到现在的他们,在13年出道的团体中,只有防弹少年团生存了下来。 因为没有大资源可以宣传,出道初期不被受到重视的他们,曾经被嘲笑有个土团民的他们,曾经被说是偶像硬要玩嘻哈的他们,一直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,花了两年的时间拿到第一个一位,到了2016年才逐渐受到广大粉丝喜爱。 2016年DopeMV突破1亿观看次数,是第一个非三大公司出身而MV观看次数超过1亿的韩国团体。 同年也在MV观看次数,也是第一个非三大公司出身且得到年度歌手奖的团体。 他们的成功完全不是偶然,而是一直保持初心制作音乐,成员们和制作人一起为了一首歌改了几十遍,一个舞台不断地彩排。 成员们无论何时都可以随时陷入作曲的情境中,将工作融入生活的他们,不管花了多少时间站在现在的位置,能够把自己的想法极由歌曲和MV传达给粉丝,才是最重要的。 一直到现在都不难发现,每首歌,每首歌,每支MV当中,都有相当大的意涵啊。 成功打进美国市场的Big Hit Entertainment,也预计在明年上市,专家更预估市值有可能会超越三大社,完全见证了Fong PD的成功。 曾经在领奖典礼上表示将来还会有第二、第三个访单少年团的Fong PD,相信未来能让晚辈们也踏上这条路。 Memini 2014 RBW Entertainment 原属WA Entertainment旗下的Manamu,后来经纪公司和他家合并,成立RBW Entertainment,在四代女团中算是较早出道的Mamu,比起在舞台上对嘴,更坚持以真人声音演唱。 这样的他们很快地就受到广大关注,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主唱、和声、Rap中自然转换,被称为吃CD的女团真的不是没有道理。 四人四色的他们,各自有不同的优点,音色也都相当鲜明,不刻意走性感路线,也不卖颜值,只靠实力,还有私底下不做作的个性走红。 所属者RBW Entertainment虽然不是大公司,不过代表金道勋可是韩国有名的作曲家,他的作品包括赵佑桑,Ali给你看,CNBLUE的孤独的人,防弹少年团的绝汉类等等。 公司在制作专辑时也常常让妈木参与讨讨论和制作,Rapper,明星经常为歌曲的rap部分填词,宋月和华沙也都会参与作词作曲,这也是妈木可以唱出这么多经典歌曲的原因之一啊。 Friend 2015 Swords Music 和Tribe's同年出道的小女友,虽然后台,背景不及别人,作为小公司的新人要拿下一位榜单真的很不容易,但他们却做到了。 身为所属社唯一的一组偶像,Swords Music专走低成本路线,抓住各种演出机会,制造新闻效果,也评上综艺节目让大家认识小女友们。 以清新的歌曲及林家女孩的形象抓住粉丝的心,或许她们的颜值不是最高,大歌服也不是最好,甚至和一般女团相比,更常看到她们穿着重复穿过的服装,但却用坚强的歌唱实力以及整齐画一的刀群舞,两倍速舞蹈,都在观众心目中流行。 以下深刻的印象,今年也在日本出道了的小女友们,真的开始走花路了,被誉为小经纪公司的奇迹一点都不畏过啊。 靠住坚强实力以及少少资源走到现在的她们,真的都超值得粉丝尊敬及喜爱。 永远不会忘记公司栽培的她们,更让人感动,希望这集团,都能继续走花路下去,粉丝们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的呀。 参考来源